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白,昨晚ES四维夺冠大热门居然爆冷输掉比赛 以1比4惨败给南京Hero战队,在开赛前这场比赛就非常有看点 首先是两位主教练的宿命对决,SK能否突破九折的梦魇 然后是野王花海和五位之间的争斗,还有边路紫墨和心狠的对抗 这些都成为了比赛的看点 然而整个比赛过程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五场比赛中几乎都是Hero一直压制ES战队 刚开局五位就用蓝铃王打开优势,率先拿下一局,第二局花海超场发挥 在三路被扑的情况下打出逆天翻盘,全靠花海的蓝逆天改变 然而后面三局始终招架不住Hero的进攻,只有花海尽力始终没有用 南京Hero不仅打得猛,而且非常稳,特别是最后一局 破掉了ES的三路高地后,他们并没有强推,而是继续拿资源选择最稳的方式赢下比赛 双方的主教练绝对是老对手,两个人在BO7的交手中始终是九折更胜一筹 这一次的BP上并没有明显的劣势,每局的阵容也不差 但还是莫名其料被南京Hero给压制 Hero非常擅长打BO7的比赛 他们在KPL一共打过12次BO7,其中居然赢了九局 BO7的胜率排在联盟第一 不得不感叹九折的实力,Hero作为冬冠的冠军,虽然常规赛起伏波动比较大 但在季后赛却展现出不一样的状态 他们很擅长BO7的赛制 Hero的战术体系非常丰富 再加上主教练九折的存在,让他们的BO7显得更有优势 这场比赛的结果,恐怕是多数人没有预想到的 就连各大解说的预测都是ES能进决赛 没想到止步于机后赛首轮 Hero下一场的对手会在A机和TT机中产生 无论对手是谁 相信Hero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ES爆冷输掉比赛呢 我是李飞白,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